兄弟们美国大选到现在已经进入到了白热化 董王和哈里斯到底谁在民间的支持者多 真实的情况是不是赌盘上反映的那个情况 咱们今天来实地看一看 因为我们都知道哈里斯跟特朗普最新的民调来看 在七个州他们的支持率是不相上下的 但是在赌盘上和从股市里来看 马斯克跟董王现在是涨势凶猛的 其实他俩的机会是均等的 但是大家更看好董王一点 那我们都知道 其实由于马斯克这些人掌握着媒体 所以说基本上是你能看到董王是一边倒的要赢 但是哈哈姐支持的群体就似乎非常少 我们今天就看一看在美国民间 他们支持的人都在哪 因为美国到处都是旗子 咱们看在哪谁的旗子更多 虽然说佛罗里达很红 但是你一旦到了市中心还是很蓝的 因为这里头到处都是上班族年轻的男女 包括住的一些非常那个什么的群体 这是城市里的商业区 佛罗里达州 坦帕 迈阿密 奥兰多 市中心都是蓝的 你比如说 这现在已经看到一个了 大家看着市中心的这些商业楼顶上 这已经有一个哈里斯了 是吧 哈里斯沃尔斯 以前现实中你不注意的话 你是完全发不见的 到处都是董王 但实际上市中心他们的旗还是不少的 看到了吗 实际上你在老美 哪怕在佛罗里达市中心啊 你戴着Maga的帽子吧 大家看你的那个眼神还是有点怪 就是感觉反正这人挺奇怪的 因为这人应该是出现在农村 出现在城市里 大家就会觉得你很不正常 知道吧 因为事实是城市里市中心 你除非做视频做节目 想整活 一般没有人带这种东西啊 咱们再往这边的居民区去一下 因为我们城市周边也有很多的居民区 基本上这个城市都是砖块路啊 咱们现在再往这个市中心的住宅小区里走走啊 这是一个学校 其实我直播间里好多人作证啊 今天我戴了一个Maga的帽子 来到了这个佛罗里达州奥兰多的市中心 即使这是个红州啊 但是我走在市中心的时候 大家依旧把我当成一个不是太正常的人看待啊 因为大家始终就认为啊 在你这个人怎么进城了 因为在美国嘛 支持董王戴着Maga帽子 基本上就是3D的一种表现 在市区中心 你基本上看不到这种人的啊 即使在奥兰多市区中心啊 也都是蓝的啊 迈阿密也都是蓝的 虽然说佛罗里达是铁红的地方 又一个哈里斯沃尔茨 我这见到一个牌子给大家拍一个啊 因为这种东西是不会说谎的 这种东西肯定是真实的啊 因为你挂在家门口嘛 那你就没必要说谎了对吧 因为这就基本上都是中产区了啊 市中心的中产区 这儿的房子溢价值还蛮高的啊 你看这儿又有一个哈里斯啊 这个大房子 他们家支持哈里斯啊 从这边往这儿走啊 在这儿 这市中心的房子 看没 又一个支持哈里斯的啊 又一个支持哈里斯的啊 哈梅拉哈里斯 这是佛罗里达州啊 奥兰多的市中心啊 所以你看到没有啊 这些地区啊 市中心这一块 支持哈哈姐的还是比较多的 目前还没有看到董王的旗子啊 现在邻近这个万圣节啊 家家户户也都摆上了啊 因为我们市中心这一块呢 建设的比较早 都是老房子了啊 差不多都是这种 二三十年前 三四十年前建的房子 所以说这一块的人还是挺多的 这个住户也比较密集 这块这样的房子也都比较多啊 都是这种挺有意思的 这种老式的美国中产的房子 新房子就都建在其他的地方了 因为这个老区已经没有地方去建这个新的房子了 这边呢 也没有挂旗子 也不知道这些家庭都是支持谁的 但这一片由于是市中心啊 但基本上居住的都是以中产或者相对来说有钱的居多 所以说呢 哈里斯的旗子我猜还是会多一点啊 由于是灵湖啊 这一块的自然景观还是不错的啊 方里达州只要你走进这个住宅区啊 你就不太能分得清这里是这个 郊区还是市区 但其实这是市区啊 从道路上你也能看出来 都是这种铺砖的道路啊 又一栋大房子 哈里斯沃尔茨啊 那 又一栋房子 哈里斯沃尔茨啊 城市里基本上在市中心都是这个样子 看前面就是市中心的商业楼 大家看到了吧 哎 市中心的房子虽然说没有红脖子的那么大 但都要贵相对来说 又一个哈里斯啊 又一个哈里斯 这种区前面就是市区啊 这是市区的住宅区 这边就是小哥小姐姐 中产住的比较多 农村人的数量为零 所以说大量的就是哈里斯了啊 这些家庭呢 就都没挂旗 你也不知道他支持谁 但是在这个区域这么密度高的旗子 都是哈里斯的一个特朗普都没有 你也能看出这一片的整体倾向啊 肯定是铁蓝的 这片的房子你也知道啊 都是比较老的房子吧 这些房子啊 往前走了几步 又一个哈里斯沃尔茨 再往前走就到市中心了啊 那边就是市区 这边也是市区了啊 这我一点没给大家瞎拍啊 我也不是选择性拍的 我知道很多朋友会说我选择性拍的 我把我见到的旗子在市中心全部拍了 一个特朗普都没有 全是哈里斯的啊 因为城市里本来就是铁蓝的 即使是在佛罗里达的城市里啊 支持特朗普的也是极少数啊 咱们现在再去农村看一看啊 我车就停在我朋友家这边啊 这边都是市区 反正啊 现在大家知道为啥在市中心 人家会对我投来那种目光了吧 我戴个这个帽子在现实中的 所有的城市的市中心 除非有机会 你是几乎看不到这种装束的啊 我这后面还印个董王 所以说你大家就想想这种情况啊 但是我去农村啊 咱们就不下来走着拍了 因为那点累死我 行 我来地下停车场取车 然后咱们往这个周边去啊 开出来拍董王呢 这又一个哈里斯 又一个哈里斯 这是已经到城市周边了 还没出去啊 这走到郊区又一个哈里斯 咱们现在开始进入这个农村地区了啊 兄弟们 两边现在几乎已经没有什么小区了 完全进入农村地区了 兄弟们 我一会找个小街进去看看啊 兄弟们已经开始有特朗普万斯了啊 走进农村已经开始有特朗普万斯了 又一个川普万斯2024MAGA 这已经开始有农场有牛有羊了啊 这农村都是牛啊 兄弟们 全是农场啊 两边 这地方旧吧 兄弟们 这地方旧吧 这是纯农村红博的地区啊 跑到农村里面了 但是连农村都有哈里斯了啊 川普万斯 这有一个 农村还是川普绝对的优势啊 川普 我这开到人家是社区里来了啊 因为农村也有社区啊 这开到这个小区边缘啊 这边就是大荒野了 然后这边呢就有几栋房子 又是川普 这个在农村董王还是摇摇领先啊 但是在农村小镇上也开始有贺锦丽的东西了啊 这又一个哈里斯 又一个哈里斯 一个川普 一个哈里斯 啊 在这儿 看来这个哈里斯 筹的钱真比川普多一倍啊 大家看这儿有一个 Dollar General 这是一元店之一 Dollar Tree一般开在市里啊 Dollar General一般就开在这个 农村地区专属的一元店啊 又一个川普 这边就看不着旗子了啊 怎么样兄弟们 大概的情况都已经了解了啊 农村呢 基本上还是董王的基本盘 但是城市里呢 基本上就是哈哈姐的盘子 我在城市里目前为止啊 很少见到川普的旗子 或者说我今天是没有见到的 农村里呢 已经有了哈哈姐的旗子啊 还是以董王的旗子占绝对的多数 但是啊 我个人看的也很有限啊 虽然说佛里达州是个绝对的红州 但是因为董王的这次言论啊 能不能在佛里达造成一定的效应 我不知道 但摇摆州肯定不会是我们这个样子啊 究竟是怎么样 咱们也不清楚 反正11月5号建真章 我呢 拍的基本上看到的都拍给大家了 不一定准确 因为美国每个州啊 它差别实在太大 具体怎么样 咱们到时候看啊 我只负责拍摄 具体怎么样 咱们还是交给美国的选民啊 那行 这期就做到这儿 以后什么有意思的话题再拍给大家 这期聊到这儿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